北京时间9月20日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尼克斯队的训练营将在下周初开始 而卡梅罗·安东尼的团队依然乐观地认为 这位昔日的全明星前锋会在下周一之前被交易 早在今年7月 一个知情人士就告诉纽约每日新闻 火箭和尼克斯已经在讨论关于安东尼的交易方案 而且预计很快就将达成交易 结果这一拖就被拖到现在 如果菲尔·杰克逊没有被解雇 安东尼的交易很可能已经完成了 但是整个情况迅速变得复杂起来 尼克斯队的新管理层希望等到最好的交易方案 但问题是安东尼只想去火箭队 除非火箭队能找到一直愿意接纳莱恩·安德森和同的球队 否则安东尼就会一直陷入僵局 据了解安东尼的团队谨慎乐观地认为 一笔交易将会在下周一之前达成 如果届时安东尼依然留在尼克斯队 他们很难想象媒体日的热闹场面 两周前安东尼的妻子拉拉曾认为 现在应该能够完成一笔交易 可以说安东尼和他家人的心早已飞到了 休斯顿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另有消息称刚刚结束欧锦赛征程的波尔金吉斯 预计将在本周末抵达纽约 然后参加下周的训练营 罗森